挨千刀的两脚兽将几十斤肉放进铁桶里 狮子钻进去吃却被死死卡住 此时的狮子不分东南西北随便乱撞 尝试把铁桶给撞掉 作为森林之王的狮子想不到自己落的这种地步 这回算是彻底完蛋了 另外两头狮子想上去帮忙 可他的头在铁桶里只有漆黑一片 还以为两头狮子是来吃自己的 这让他更加感到心慌 要是没有围栏或许都逃出去了 其他的狮子看到地上的几块肉也不敢再吃 生怕自己也被整这样一个大铁桶 一向爱吃两脚兽的狮子今天没想到被整风了 看到狮子精彩的表演 一群挨千刀的游客也用手机记录下这美好的一刻 本来这家动物园生意非常差 来看的游客也是寥寥不及 两脚兽为了吸引游客也是煞灰苦心 特意请专家出谋画策搞这么一处 不过这招也确实管用 来看的游客也围满了整个动物园 现在大铁桶已经将狮子的头死死卡住 尽管他如何奔跑或者装击 始终没有将大铁桶甩掉 但他根本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两脚兽设计好的 目的也是想看一下狮子的精彩表演 同时也是让游客看得开心 不能让游客进来拜花钱 本想着自己被关在这里十几年 也奉下了无数的游客 今天突然来这么大一桶肉 以为是可以加餐了 没想到现在却套上这么个破玩意 看着狮子到处横飞乱转 一群挨千刀的游客也是沾沾自喜 今天能看到这样精彩的表演 游客买的门票也算是值了 被折磨几分钟后的狮子也已经精疲力尽 看他的表情就能知道有多痛苦 但两脚兽并不会就此去解救 毕竟才表演几分钟还是太短了 最低也要让他表演一个半天才对得起游客 不然以后两脚兽都没法继续做生意 狮子越被折磨得痛苦 游客就看得越开心 也想好好看看一项狡猾的狮子如何自救 如果狮子能轻易将大铁桶弄掉 这不仅是让两脚兽颜面丢尽 而游客也会非常失落离开 为了能够满足游客看到过瘾 两脚兽坚决不去帮狮子拿掉铁桶 这不仅能满足游客的需求 还能削削狮子平日里的锐气 以后也才会有更多的游客来到这里参观 而且整个动物园也是靠他们来为之 被折磨一个小时后 他也变得非常老实 他不得已缓慢走到边上向游客求助 但游客都是正看得过瘾不想去帮他 也没人敢去帮他 当他走到大门时 两脚兽又大声叫一声 吓得他迅速飞快跑走 两脚兽还想看狮子继续表演 但此时的他已经累得半死 狮子也不管那么多了 怕在地上休息恢复再说